哈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国际大棋局的第三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按赞、订阅、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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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铃铛 以及可以加入会计成为我们的会员 与此同时,请大家订阅梁感祥工作室 Patreon那边也会有很多精彩节目在等待大家 你们每天的支持,绝对是我们每天发声的动力 大家直播时可以打赏一下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多谢大家 台长,第三节回来之前,暂用少时间 因为有位听众有个来讯,那位听众来相应 原因是那位听众听到 最近发觉他听到我们有一集节目 在说我曾经在澳门有个赌场 见这个当时扮曼波的位,周文健 大只Michael 他就跟我说,他说 原来那天我见他的时候,他在场的 然后他就说到,第一他说 文俊,你全黑西装的,接着呢 拿月子拐掌 文俊拐掌,接着呢 大只佬周文健先生,穿上一件蓝色西装的 其次呢 在我们身边还有位美女 白色衣服的,接着呢 我们当时呢 在那边喝咖啡的咖啡呢 他就是当时的侍应 接着呢,之后呢 他说,后来我们喝咖啡了 有位呢 赌场的高层过来 签个账单,问我账单 我想说,其实那个不是赌场高层 赌场高层,那是赌场高层 现在都走了 其次呢 你说了,走了的意思是他离开了澳门 离开了,离开了,他人是健康的 接着那位听众呢 就说,哎呀,很有缘了 就是当时猜不到啊,原来这样跟你有一面之缘 现在听到节目呢 就是很亲切啦,配感亲切啦 他也提到呢,他当时呢 就是兼职做一个侍应啦 接着之后呢,读完书呢 出来打工啦 不过很不幸,他最近都失业 接着呢 就说就是每天都有 听我的节目,但是他呢 他就说他应该不留在澳门啦,他就打算 就北上发展,接着呢 问了我一点点意见,就说 想着是开那些连锁式的那些 餐饮啊,就是那些做的那些 奶茶咖啡,面包那些 茶餐厅啊 不是茶餐厅,不坐人的 纯粹是做外卖,然后呢 做一下那些,现在很流行的那些年轻人 很流行的那些 废水啊,接着呢,又烤一下那些面包那样 就是做一些糕点,那他就问我意见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这个环境呢 老实说,你今天都不知道明天封不封的时候 加上那些原材料那些这样搞 我说你人生路不熟,就是你又不是说在国内 从小就很大,也都不是什么,那纯粹就是 家人说是澳本,没得搞啦 那就不如回大陆啦,那我说这件事你就要 自己想想啦,那其次 就是我都这么说啦 你有的是年轻啊,年轻啊 那就是这位听众 那说真的,他都跟我说了他年纪,他都32岁而已嘛 那他很年轻的,那我也没有家室 没有小孩的,那我就说 就是最简单,我说做人的东西 有时候这些东西做生意 就算是输得起嘛 那你就就是说,当老是我的经验啦 那有时候这些东西,你说不定 是,可能杀到一条血路 真是有个好的发展 那也都没上一条出路 那其次,你都可以看到新一代这些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很旁黄的,因为可能 大家都面对现在这个情况 都是没有一个的心理准备 还有没有那种就是看到什么时候复苏 那我相信这个信心的危机,其实是 不止澳门香港啦,那其实你说国内呀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的 所以你也都看到有很多地方呢 其实他的政府不是说除了付钱 去补贴啊,什么付钱之外呢 他们是在付信心当地人民的 很重要是这件事嘛 我们也讲个例子啦 望梅子渴 不是真的看到那些水呀 看到前面有曙光啊 看到走多两步就见了 起码是那个最高领导人或者所谓的那些 精神领袖要给到这些希望 你不可以说这些很空泛的东西 哎呀,我们又要搞什么中心 搞什么东西 哎呀,搞什么差东西啊 现在 你要给多个信心 到什么时候搞定 就是最近这件事,那人家很快的 你就算说Boris Johnson 你现在怎么抽情他都好 他真的做到,就是说到这些东西嘛 第一阶段怎么放宽,第二阶段怎么放宽嘛 OK,那刚才相认了一件很好的事啦 我都寄予这位朋友啦 澳门可能未必是什么,但是 你要选择的地方又不是一定在 就是你现在 就是说中国大陆 还可以有其他地方,你想想 可能其他地方那个发展的情况 那个速度 甚至复苏那个程度 都可以比较理想的嘛 想想多些东西啦,扩阔自己的眼界啦 好了,那我们讲一讲今天那个过去新闻喔 那那个新闻呢,如果在外国传媒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 就是昨天美国承认了 他们放了给 哇,他击沉那个 俄罗斯的 莫斯科号 长江南 表面上这个新闻是纯粹一个历史来的 就是过去的事 但是那个政治,现实政治是很大的 因为为什么呢,现在你是美国揽了上身啦 我就放了给他啦 那你就当我和你参战先啦 如果是的,那就放马过来啦 现在有这种这样的态度在后面嘛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其实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越来越aggressive的 就是千田是怕那个核弹的危机 讲很多次了,但是最近开始没讲的了 开始不讲的了 是慢慢放了一些资料出来,就是 美国是实质参战 在实际意义上面是参战,因为你放资料给他 跟着他两枝,甚至一枝 这个海王星导弹就已经搞定了你整个巡洋舰 还有 这个俄罗斯坦克之宝 T90M 这两个又被人开罐头 整架俄罗斯的 就是说是这个什么 这个 压仓之宝 就是说这个坦克呢 是俄罗斯最新型的坦克 都给他搞定了 不过现在是一架而已 遲些会不会这么多几架就不知道啦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昨天去讲的那个马里乌波尔那个 阿索夫的钢铁厂 到现在很奇怪还在打 一般来说呢 就是我们昨天去讲的时候 就是外面的资料都说是已经差不多佔命了 但是都根本还在打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就是应验了我们昨天的那个说法就是 俄罗斯的士兵去到前线 最前的时候就躺平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全 就是俄罗斯里面的说法就是说 喂普京啊我特意放这三路给你的 给个和平通道 喂人家都走了 剩下来可能只有几百人 就是那个阿索夫的 就是纳粹兵团 但是都还在打我们觉得 真是很奇怪这件事 那现在迫近呢 就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 就去到那个5月9号的时间呢 就剩下几天了 那这几天的变化应该就 会看得出呢就是未来那个 那个趋势会怎么样的 那俄罗斯方面呢就已经说了 就是你说如果我5月9号 就向这个阿索孙子是胡说八道 那会不会退态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会不会退了突然间 但是退了之后你怎么下台呢 就是是不是打赢了 占领了马里乌波尔 这个阿索的东部的城市 就这样就算了呢 但是你跟着打下去 这个城市已经熔熔烂烂了 那你是不是占据了 跟着你就在那里插着旗 算数跟着巴斯回朝呢 到现在普京都没交代到一个很清晰的路向给大家 这个主要他要和国民交代 其实不需要向我们交代的 那另外一个哈绿塔Q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俄罗斯的外长 就是说这个希特拉都有这个犹太血统 那以色列一听到就上头了 就就是 跟着有些什么的举措 大家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外电已经报道了 普京亲自向这个以色列的总理道歉 哇 这个就真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以色列的人物有多少呢 900万 一个900万的小国 可以令到你俄罗斯敢得罪其他美国又敢得罪 但是是不敢得罪的 这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犹太人的而且是一个优秀民族 别人都不用怎么说的 只是一个谴责你 坚决反对强烈不满别人 你就已经要跪下 中国14亿人民 做不做到这个效果呢 这个大家真的要反省一下 就是别人做事的确是有那个水平在这里的 那俄罗斯就是对湾南这个战争呢 这个战争呢 就是基本上现在是说话 就是 交不了货 普京 普京完全交不了货 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都在美国的背后支持之下 是圆形不露 我们说了很多次了 中国究竟使用了多少俄罗斯的武器呢 如果是使用了这些武器 或者又是抄的话 那出来的效果会达成怎样呢 那当然我们都相信中国领导人不会因为这样 而动摇了他们去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心 大家不要有这个犹豫 但是呢 以后是否应该继续采购俄罗斯的武器呢 在这一局之后 我觉得真的要想像一下 没有啊台长 你看看他那些什么新世代主战型炭黑T90 说到这么厉害啊 说到炭黑真的是飞天茅台 那是第五代炭黑来的 你看看现在被人打到 灰天感激殃啊 真是不开玩笑 其次你那些 就是差一点的 被拖拉机一个一个拖走翻车鱼 那些东西不要叫主战型炭黑了 叫翻车鱼炭黑了 你跟翻车鱼有什么分别呢 游来游去不知道自己去哪里 傻傻傻 所以你真的信不过的了 但是呢 即使信不过 其实我们要检查到今次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 是电子键出现了问题 还是那个钢水出现问题 比如说你的车本身的结构是ok的 如果你加上那个电子通讯 或者你那个防护措施 就是电子的防护措施是搞定的 那这个不关其他事啊 是你其他问题 现在不知道嘛 是你 那个设计本身 本身已经有缺陷了 你被人容易开到罐头 还是还是 后面的通讯问题呢 这个其实中国 即我们就无所谓 我们可以一直说 但是中国的战略政家 是应该详细研究这件事的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 你长期被人捏着来打的 是 不过有个技术呢 台长 我们应该对俄罗斯是有充分的肯定的 是 现在发现呢 其实绞获呢 他们这些维洛物资呢 里面呢 就有些92年和94年的军粮了 那些92年和94年的军粮呢 吃到现在都吃到吗 吃到现在都还吃到吗 发现有一些是开了来吃过的 然后呢 他们也看到了 看到那些巧克力 都还能吃到吗 接着那些 那些饼干 都还能吃到 接着那些咖啡冲出来 虽然有些怪味 都还能喝到的 那 你知不知道那样东西呢 麦当劳的汉堡包 摆了在床底下 因为这个是最近发现的 有人告诉我们 摆了十年 出来仍然是新的 这个呢 不是 因为呢 说着呢 当时有个东欧小国 我忘记是在哲克里哪里呢 他是最后一个 一家麦当劳就切出 那接着呢 说着呢 在这个1990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的人兄 就买了一个 最后的一个 的芝士汉堡 的一个餐 接着连着薯条 一个包一个薯条 可乐给他喝了 那接着呢 那包和薯条呢 他就专门呢 找一个呢 玻璃的箱 就进去 外面整个牌 叫做 The last meal of 麦当劳 那接着呢 结果呢 由九几年到现在呢 完全是超乎这个 物理的知识的 那你发觉也有一件事呢 反而 那些人呢 你知道原来外国的 罐头呢 有罐头的恐怖包吗 真的里面是有块包 有块肉 然后有番茄醬 有青瓜 那些罐头的汉堡包 保存期都是三至五年而已 喂 麦当劳那些呢 不用入罐的 是的 入罐 的而且确呢 我要说一样东西 其实你看看《司徒文进》频道呢 在最早期拍 我忘记是第三还是第四天呢 是拍了一样东西 就是《司徒文进》呢 有一个放了四天的鱼柳包 然后呢 就 表演live 吃了它的 那接着呢 我当时也说了 其实鱼柳包呢 除了鱼柳包是硬一点之外呢 它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 好像真出炉一样 不是不是不是 有没有那么够张的 但是呢 是很明显是没有变味 那些色的 那些东西 很明显是干了 硬了 是啊 那它里面多了 有足够防护剂嘛 那另外呢 我也必须要说的 我上个星期呢 我不记得是星期一 还是星期二 录国际大棋局 然后买了一个 就这样普通的那些汉堡包 就是这样 一块汉堡肉 然后里面有一块青瓜 最普通的那只汉堡包 嗯 因为我很喜欢吃的 因为我小时候参观了麦当劳 自己弄过之后呢 很爱那只汉堡包 然后呢 我买了回来 然后那天不知道和台长录些什么呢 后来台长说说说说 我忘记了这个包的存在 然后呢 又是一模一样 然后又去到隔了五天 星期六和台长录节目的时候 发觉肚饿 然后呢 为什么那包呢 吃完才记得那包是星期二 隔了五天 然后呢 完全什么事都没有 还有呢 食落的时候呢 一样的 那感觉是 所以 麦当劳其实是黑科技来的 其实麦当劳呢 我怀疑是那时候 罗茨威尔外星人事件之后呢 是啊 是将部分科技给了这个 Mr.麦当劳的 可能再转转 卖给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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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契特铃 那也是 那是 那个 看那一套 有 那麦当劳的 开始 即是 如果是这样 俄罗斯的军队应该采责麦当劳 你放在那里也不用做任务 应该的,其实是真的,你不需要搞那么多的即食,Ready to eat,MRE 不用这些东西的了 就去麦当劳,按人头,几个鱼柳包餐,几个什么包餐 然后就拿刘鹤山刀手车运给他就行了 是啊是啊 麦当劳也有几个恐怖的事 你没有发觉其实他不单止是储存的日期 他连那个天气都不会特别受阻 因为法国做过一些研究,譬如你在Burger King 其他品牌买一个汉堡包 麦当劳买一个汉堡包放在那里,其他那些会发露的 正常你是不是会发露,而且里面潮湿就有菌 尤其是香港天气很容易潮湿的,但他一样没事的好事 所以大家如果储存粮食,除了去火之神买一箱 大家可能要严重考虑 有什么事的时候,其实我会怀疑 你摆定相应的汉堡包,鱼柳包 我应该摆一两个月是没有事的 哎,怎样是一两个月,看少他 好,麦当劳这个我们建议普京考虑一下 他今次是奇差一着 喂,对啊,台长,麦当劳最近有限定将军汉堡包餐 那他也摆了这么多的将军 哎,真是 最醒神的一句,今天真的有些金句 最后要讲讲,就是刚才我们提过了 就是南韩获准加入北约的电子防卫系统 这个情况呢,可以有两个 现在我看新闻的公务不是太多的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被南韩呢 因为北约地理的距离跟南韩那么远 那可以有两个解释的 其一就是因为北韩的问题 北韩似乎的立场很曖昧 但是他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 他倾向俄罗斯这边 但是对那个战务没有大影响的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传出 就是会讲出了这段消息就是 加入了那个电子的防卫系统呢 那排面看,朝鲜半岛 可能金正恩会突然间梳理上来 去做一些很大杀伤力的事 但是对于北韵来说 这个都不是他们自己现在自身的安全 那个问题来的嘛 那如果是南韩是先于日本 遲些日本都加起来 那究竟原因是如何 就是显示了什么呢 那现在日本没有任何的态度 但是如果譬如说要加入的 照计则应该是日本 但是如果日本加入的很明显 就不是北韩 应该是台湾海峡 就是可以有这样的猜测 因为日本当然会受到北韩的影响 但是那不是最大的因素 台湾海峡才是 所以我看就有一个猜测就是 其实北韵这个是一个 比较曖昧的做法 它会令到北京 就是比较难去说 这件事本身是针对北京的 但是如果这个 就是日本 跟着稍后之后又加入 就是换之下 就是两个国家 那都是集中在这个东亚地区里面 那我对于台湾海峡 那个 就是一个 决定时间做这个更加明显 所以这个做法 也都回应第二节我们说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现在这个张力本身 是慢慢显露出来的 综合回刚才我们 就是这一节第一个说的 就是美国已经承认了这件事了 那反正他承认了他价良 那是不是在挑衅俄罗斯要跟他开战呢 就是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面 会有什么反应呢 因为以前说过 谁实际上是这个提供的武器 或者就是支持这个 都是实际上跟这个俄罗斯的开战的嘛 那你说的这番说话 是不是代表现在美国爆这件事出来 你又要跟他开战呢 就是美国是在挑衅着你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美国是不是意识到这场战争 就是就快会结束 就是所有这个动作呢 那我们都是沿用之前的观点就是 如果一旦 俄罗斯在关南的战争是失离 而导致普京的政权 是倒台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 就搞定了 那这些西方国家 就是跟着要对付中国呢 你引定第一節 譬如說 金管局去講那些 預備是被踢出這個要準備 如果一旦被踢出這個SWIFT之後 有什麼對策呢 其實可能是預測這件事的 但是照計這個這樣的局面 不會在短期內刷新 就是會發生的 因為普京又沒那麼快倒台 是不是 俄羅斯如果要解體都不是一個一朝一夕的事 除非是戰爭到 那個情況是非常惡劣的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這件事呢 除非大家都有個意識 就是下半年 那個政局的變化 是會相當急劇 而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現在少了一個參照 以前去講這些問題 我都去看一下這個印度神童的語言 但是很不幸地 就是印度神童最近被揭發了他的家族 傳媒是騙子來的 換言之 印度神童也是騙子來的 台長 不是啦 都是這樣的 正如你 王思聰說話有問題 那個傢伙不是騙人錢 就是叫雞 不是叫雞 就是什麼 像印度神童有時候的東西 哎 你說他開圍式 都是開張開蟹 原來寫定一百鋪的 但是起碼一件事 他也叫做有中過 老實說一件事 我只知道這個世界只有一個真理 印度神童怎麽厲害也好 他的燈力也不夠是燈神來的 但是問題是你把燈反過來看就很厲害 另外第二件事 大家聽我們這個節目幾個月前 我們也有說 今天不厭其法再說一次 韓國 南韓 越南 台灣 日本 這四個地方是會組成一個防禦同盟 是會組成一個同盟的 而這件事 其實你這個奇異博士 多元宇宙打了一萬四千次 他的結果也是一樣的 各個宇宙都會出現這個結果 是的 都會有這個結果 所以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防衛島鏈 你不要只以為是武裝或者情報 他會推出 會有一件事就是 是跟Switch一起並行的 但是這件事就是給這個防衛同盟的地區 來做生意 這個防衛同盟你就會說 咦 是不是只有四個啊 不是的 其實在很多的多元宇宙 新加坡也會加入的 所以呢 這個很突破性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新加坡的加入 不是說他要有一個攻擊性或者什麼 而是他要跟這個世界接軌 所以你接下來 我們經常說來講 就是那個思維上的轉變 就是你究竟要與這個世界一起並行 還是你是要跟世界脫節 而跟世界脫節的時候 你的思維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所以大家硬要做 你跟世界脫節有要付出代價的嘛 你要付出一個一個一個 不是不是你付出代價 是你們所有人 我們這些平民都要付出代價 那一刻就糟糕了 所以你說那些呢 這個世界有些真理的 例如梁振英的移居 以及跟你說 你要移民 放棄你香港身份證 這件事其實都 不是什麼 因為遲早都要拆掉了 是啊 這個世界現在的潮流就是 你不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敵人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好 寄望普京將軍漢堡 但是反過來 你不是我的敵人 未必是我的朋友 OK 隨便吧 那看看普京將軍漢堡 開裝還是開閑呢 那很快就會 很快就會站好 另外第二 究竟習倫斯基 海綿寶寶 還可以繼續頂下去呢 不過這樣啊 其實習倫斯基在這次這件事 其實我想對他來計 除了他個人來計 其他歐洲國家的領袖 都會用他作為一個參考 假如我現在被人憤怒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做呢 尤其是我看到 他現在影響得最厲害 其實就是芬蘭 是啊 他影響芬蘭 而且瑞典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芬蘭 如果以後要打那些 就不能走的了 經過了他這次之後 就不可以走到流亡了 其實他是令到很多國家 本來裡面有很多分歧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團結 是啊 他團結了北弱 他那個客觀後 團結了北弱 是 提名了他做金介諾貝爾那個 應該要提名習倫斯基的 其實 你提名吧 你提名吧 我第一個提名 劉慕豪和台長先 你不要搞什麼啊 你不要搞什麼 你害我們 你真的 好啦好啦好啦 那台長 還有沒有什麼 今天差不多了 OK 明天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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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梁錦祥的飲食世界 第一集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來到旺角女人街 一間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 那這間食市 雖然地方小小小 那我就做足這個防疫措施 那為什麼做足呢 雖然我現在不戴口罩 但室內便只有我一個客人 那這間火之神呢 就是以這個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為賣點的 那今天呢 老闆呢 就特別為我做了一道 很受歡迎的菜式 那這個呢 就是海鮮湯 這就是煎魚湯底的這個海鮮湯 那呢 海鮮粥 那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那另外一個小食呢 就是這個炸雞翅 那我首先是試一試這個湯底先 啊 大家不要介意 這個食相呢 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的話 一筆出來呢 有這個 八爪魚 相當鮮味 再搭上這個 餃子 應該是嗎 應該混合在一起 試一下吧 好吃 嗯 鮮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飲食節目 所以呢 就再做這個 這個 鮮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大家不要怪我了 現在出人眼泡 但是都要喝 要對分 對分一瓶 那呢 這枝真是正的 啊 火定 那接著呢 就試完這個小食了 那這個呢 就是雞翅 那我們加少少這個 沙律醬在上面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的 好滑 好鮮味 那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呢 食屎大同呢 引起你的食俗呢 就記得 在六點之前 就不要 六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在食屎那裡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屎呢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東西吃的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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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 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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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